鹤岗和各旧这两个网红城市哪里的房价更低,哪里生活更安逸和舒服呢? 这一次呢,这两个地方我都体验过,也居住过了,所以呢,都有了发言权。 这两个城市对比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呢?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讲一讲,两个城市对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和有什么相同。 鹤岗和各旧房价其实都相差不大,几乎都是五六万就能买到一套房子,而且两个城市的房价这么便宜,原因都是因为属于资源枯竭性城市。 鹤岗呢,原先是煤城,各旧呢,原来是西都。 由于矿产资源不再开发,这两个地方慢慢的年轻人就变得越来越少,但是这种老旧的职工房就变得很多,就造就了人少,房子多的这种供大于求的景象,导致了这里的房价比较低廉。 气候和环境呢,各旧的冬天也是有点小冷的,这个感觉就是那种南方的阴冷,到了冬天屋内也是需要烤火或者是点空调的。 但是鹤岗的冬天呢,屋外是非常的寒冷,但是到了屋内还是很干燥和温暖的。 到了夏天,鹤岗和各旧气候温度其实都相差不大,一个是因为经纬度,另一个是因为海拔高度,两个城市都很凉爽。 而这两个城市的环境和面貌,我觉得还是鹤岗更好一些,毕竟鹤岗属于一个地级市,而各旧是属于一个县级市。 鹤岗的城市道路呢,平坦而宽阔,而各旧由于地势的原因呢,就显得有些狭小和崎岖了。 再加上教育和医疗资源,鹤岗都是要优于各旧的,再有就是各旧的水质,这个我就不多说了,懂得都懂。 两个城市的物价水平呢,其实也都相差不大,如今的物价,所有的城市都大同,但鹤岗比各旧多了一笔费用,就是到了冬天的取暖费。 通常一年的取暖费都在两千左右,这个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 所以两个城市呢,都是属于各有所长,各有所短。 所以视频前的观众,如果是你选择的话,你会选择这两个城市当中的哪一个?